瑞瑞玛丽云部落营造协会在县政府建设处支持之下 去年推动了活化部落闲置空间 结合达兰复工班 建设第一个部落传统工方顺利完工了 协会也特别举行成果发表会 未来要作为部落文化活动 野菜等食农体验教学场域等 协会总干事表示 要让工作坊可以成为孕育和保存文化的地方 去年开始 马丽云部落营造协会在县政府建设处计划支持 启动活化部落闲置空间 也特别像达兰部部落工班齐劳取经 采故宫顾料方式采集天然建材 共同建置这一栋部落传统工坊空间 碰到很多的挫折 我们年轻人也不懂工坊的做法 所以我们后来就这些老人 就配合他们来做工坊 然后我们就学习到很多老人的智慧 被骂才知道说原来是可以做得那么好 做了这个工坊还是也有不足的 我们也没有很完美 所以还是要继续跟老人学习 十多人共同组成的部落传统工班 以建筑贵族以及木桶茅草等传统自然建材 在部落齐劳手把手的传授下 顺利打造埋布园区第一个部落传统工坊 协会也在今天特别举行的成果发表会 并且也邀请世新大学 原住民族文化传播剂发展中心 说明有关部落知识体系建制 让工坊成为孕育保存文化之所 我们知识研究中心目前其实有记录分成酒类 像是历史语文歌舞饮食等等 那在马力云部落这边呢 我们是希望可以透过部落青年 就是去学习去访问老人家 然后透过不管是工作坊还是活动的方式 可以去跟老人家学习 然后就把属于马力云部落的 属于萨吉拉雅的传统姿势 可以把它记录保存 瑞瑞蚂蚁部园区规划多功能活动广场 展售极客区 草坪野餐区 文化活动 食荣教育体验区 展现园区蜕变后的新风貌 所以我们会希望借由部落的闲置空间 来去建置一个基地 然后未来可以做很多不同的活动也好 或是课程培训或是让小孩子有一个可以学习文化的保存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也有规划这个园区 它除了就是这个工坊的建置以外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还有其未来 可能还有其他的 还有其他的就是像 就是我们部落的野菜 或是我们的草药 也会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个发展 秦惠总干事一力表示 未来也将打造成为部落传统文化 产业教育 以及休闲观光推动场域 让更多人都能前来体验感受玛丽云部落的文化产业特色 记者是玉兰 瑞瑟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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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